心情不好 王爷 你们互补 怎么才把你派过来 你如何 看待江南镇灾 祸不忘志 福不徒来 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江南的灾情 既有天灾 也有人祸 但因此 铲除那些 鱼肉百姓的贪官 于百姓而言 难道不是 姓氏一桩吗 对 还是你言之有理 最近你写文书实在辛苦了 来 来 一直在等你用饭呢 我 我还在当职啊 我得回去收拾一下 吃饭也是正事啊 王爷 今天我们户部 可是让你弄得人心惶惶的 那才好呢 这样以后他们都知道 刘须拍马 解决不了问题 就会多派你来了 毕竟 我只不过是个外事 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跟你在一块儿 好 我们王爷受委屈了 好 开心了吗 不回去了 多吃点 嗯 好 王爷 那我吃完饭 就先回去了 这么着急走 那我下职的时候 在外面等你 我把文书送回去 收拾一下就出来 王爷这主动往前慢一步 我真是一大伯 值得学习 王叔 您不是一向欣赏木舟华吗 怎么这次骂他骂得那么厉害 他可是做错了什么 你这消息倒是灵通啊 那是当然 我好歹也是和他一起同甘共苦过 我这多关心关心的也是正常 不就是一起去江南办了趟差事 谈不上什么同甘共苦吧 怎么不算了 您看江南赈灾那不就是苦日子 回京陵上这是好日子 哎呦皇叔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您之前 不是一直欣赏木舟华的才华吗 为何现在 这么针对他 年轻人 有了点微莫功劳 便心浮气躁 行事马虎 必须得压一样 黄叔 想必他也只是无心之过 您就不要如此苛责他了 我可是听说他都被您骂哭了 黄叔为何如此看着我 宸儿 你也二十有意了吧 前些日子的官宴中 有没有相上哪家的姑娘 好让黄兄给你赐婚啊 黄叔 你就不要再拔苦了 您说这些世家贵女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都躲得那么远了 他们还一个就是往我身上走 不是他们脑子不好使 是他们家里人的脑子太好使了 不行不行 太可怕了 我这吃顿饭我都提心吊胆的 我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其实如果是沐浊华 本宫也不是不行 黄叔 为何又这样看着我 他不合适 我知道 官吏之后 母后和黄祖母就一直在我耳边叨叨 说我的正妃必须得娶一个世家贵女 可是我不喜欢 就像黄叔您 您一直不成婚 那不也是因为不想被世家牵着鼻子走吗 我不娶便无后 这对某些人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